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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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很久不見 又是很久不見的POP-E TV 今天大家看到這麼充滿聖誕節氣氛的裝飾 還有我頭上的頭褲,聖誕老人 就知道我們這次的影片其實是跟聖誕節有關的 其實這次就想教大家做一個很簡單的甜品 就是心太遠 可以學來跟朋友一起吃 或者可以做給男朋友吃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影片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首先要拿出一些材料 材料包括低筋麵粉就要100克 Yeah, there we go 好,接著我們就要200克的黑朱古力 都是200克的普通的朱古力 下一個步驟就是要首先把這兩個朱古力 還有400克的牛油就一起放進這個盆裡 熱水上面先融掉它們,就是要拌在一起 因為其實它融掉也需要一些時間 我們就讓它放在一起 我們現在就先做蛋 雞蛋的份量就是要放兩隻全蛋 還有兩隻只蛋黃 然後我們就要再放10克的 其實它就說是砂糖的,不過我想黃糖會比較健康 還有沒有那麼甜 因為那些朱古力都已經很甜 就加了一些砂糖 然後就把它們放在一起 就打至站起來為止 現在我們就大概,剛才我們打了十多分鐘 你看到其實現在的混合已經是 就是要站起來了 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把朱古力漿倒進蛋漿裡 然後現在我們就要用這個拌勻 把麵粉拌勻 好,下一個步驟就是把這些麵粉已經拌好 我們就把它倒進融合裡 然後就要拌勻 然後就是用這個 把它混合在一起 我們會將一些深太陽的混合 放在這些碗裡 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 首先要將鹹藍油漿少許 用掃子把它掃勻 這個碗裡 然後掃勻之後 我們就加少許麵粉 其實這個步驟是讓它沒有黏著碗 之後可以容易倒出來 我們現在跟著的步驟 其實就是要將一些混合 倒進這個碗裡 將它放進雪櫃裡 大概半個小時 剛才的焗爐要預減到200度 我們就現在把它放進焗爐裡 好了 那應該呢 其實大概你可以先調整10分鐘 但可能去到 我猜6、7分鐘左右 其實可以拿出來看看 它中間的熟的程度是怎樣 那現在我就先調整10分鐘 好了 我們現在就拿出來 焗爐了已經10分鐘了 那其實呢 我們要做就是扭刀 這樣沿著那邊呢 去割一割 讓它鬆了 那就可以稍等它出來 那現在最後一個步驟就是 要撒一些冰糖 上去 很有這個聖誕節的氣氛 那呢 就可以放一些 糖果 放在上面 然後放在碟裡 圍繞一下 糖糖 搞定 耶 好 那我們今天呢 的心態院就完成了 那我們在這裡就 我和冬姑跟大家說一句 Merry Christmas 那大家好 很享受你的聖誕節 下節再見 拜拜 拜拜 走了 拜拜 拜拜